对目前的肾脏病防治还有洗肾的医疗政策忧心 由台湾肾脏医学会还有肾友所共同发起的联署 希望政府单位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 同时一般人对于洗肾的误解也提出了说明 健保每年支付洗肾门诊费用高达304亿 使得外界误解洗肾医疗享有暴力 因此肾脏医学会和肾友共同出席记者会 希望打破外界的误解 包括洗肾医疗与肾病防治是不同的 洗肾人口多不是因为暴力 另外台湾洗肾门槛高一届绝无鼓励洗肾情势 同时洗肾中心没有不当的手法揽课 另外一届也不会鼓励特定的洗肾疗法 生肾医学会也强调台湾洗肾门槛相当高 绝对没有腐烂的情况 任何的洗肾病人必须要清理重大伤病卡 但是台湾基本所有重大伤病卡 都是在医院或医学中心 经过医生确定诊断之后 这个时候诊断跟病人所有的检查报告 必须送到健保局再做进一步的审核 审核通过你才能做透析的治疗 所以说我们进入洗肾的门槛 事实上比欧美日本都还要更严格 而盛有则担心 因为缩减健保预算而影响到病患的家庭 面对台湾内外民洗肾病患 他们希望不要因为健保财政困难而影响到慎有的权益 重点新闻陈嘉明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